哈囉 大家好啊 歡迎收看我的實況頻道 我是實況主 Hello 晚上已經默默的降臨啦 你不會相信我們昨天晚上是怎麼度過的喔 四處全部都是殭屍喔 白天遊蕩 晚上直接朝我們這邊直接跑過來 啊 加油啊 晚上也要給我工作繼續挖礦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經濟來源 希望他們不會被殭屍襲擊 大後方我要建造一些方塊來保護他們 好啦 這遊戲呢 就是要製作各式各樣的東西喔 比如說拿槌子敲這些地方啊 增加防禦啊 不然就是分派給這些倖存者們工作 欸 剩下30秒了啦 不要在裡面休息 就算你是上兵也要給我出來工作 啊啊啊 我現在應該做什麼事情咧 拿藍圖解鎖這些士兵嗎 拿手槍鋪兵 還有磚頭方塊 我來花300塊錢解鎖這個磚頭方塊好了 再來建造我們的物品吧 200塊錢可以製造一個Sniper 你就負責保護我們的礦工啦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強大的戰力熱兵器終於出來了 一開始因為我們什麼資源都沒有 所以只能夠使用這個長矛 蛤 怎麼了 敵人開始進攻了 這麼快 我還沒有做好準備耶 欸 我先放一個燈在這裡 完蛋了 完蛋了 我什麼事情都還沒有做耶 我先放一些光源啦 不然我這邊四處什麼都看不見喔 有聽到 僵射的聲音了喔 他在哪裡 他在哪裡 原來這個士兵的樣子是僵尸啦 哇 僵尸已經開始逐漸包圍過來了 好險我們這邊的士兵就夠多啦 兩個長矛兵 還有兩個Sniper 不錯不錯不錯 還算蠻安全的 我們需要很多的光源啦 有了有了 僵尸跑過來了 他想要襲擊我們的礦工耶 但這裡的防禦力實在是蠻低下的 這我沒辦法 對面竟然還有射遠距離攻擊的僵尸喔 他把我的研究之後打了一點血 來 修理一下 修理一下 晚上真的好可怕 因為僵尸死在我後面了 我現在只有五位信誠者實在是太少了 來 我要來擴大我的這個設備了 還有這個帳篷呢 這個帳篷需要200塊錢 我現在錢不夠 糟糕 我錢花的有點多了喔 那我來臨時來自己挖礦一下 賺一點這些價格差 又像是跑過來了 你看 我拿稿子也可以自己當礦工喔 把這些石頭跟土地都挖掉 就可以賺到一些金幣 好了 這樣子就有臨時的100塊錢進帳 那我要怎麼辦 我現在應該要繼續蓋嗎 還是負責幫忙防守在我們的家裡面呢 好不好 這個大砍刀喔 有種就放馬過來 我才剛講放馬過來 我就過了第三個晚上了 150塊錢 然後增加了一個倖存者 好 但我現在沒有位子可以容納你 我要來蓋我的這個帳篷了 需要有帳篷呢 我們這邊才可以擴增我們的人員啦 建造東西呢 也是要拿起我們的萬能小鎚鎚 直接對它進行敲擊的話就可以開始工作囉 也可以負責指派人員幫我們的那個建築工啦 但這個還是自己來會比較快 要見到一個新的帳篷囉 可以增加四位倖存者 那麼有些人會拿著背包對不對 我們可以按一鍵把他邀請過來 要不要加入我們的黑勒大本營啊 一起抵御晚上的殭屍 加入是需要匯費的 你不要給我跑 加入一隻可以花30塊錢 還是70塊 加入一隻差不多50塊喔 沒有我想像中的多耶 你給我過來 一直不斷的抓這些人來幫我們工作 哈囉 剩下的全都給我去挖礦 有沒有 四位全都要去挖礦 笑死人 我最需要這種人了啦 因為我們現在錢真的蠻缺的喔 欸 我可以把他移過來嗎 升級的話可以讓他的那個武器更好一點耶 花250塊看他變什麼武器 哇 裝備升級 還帶了一個護照面具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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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們繼續挖礦 繼續挖礦 我這邊也繼續來挖我的 哈哈哈 站前 站前 當個快樂的礦工 但旁邊好像會常常受到襲擊啊 這裡是需要蓋房子的喔 就是蓋防禦設施 這個一個要花我20塊 好像蠻貴的 我蓋在這裡喔 希望他那個僵尸跳躍能力不要太大 哈哈哈 欸 蓋一下就把我的錢都花光光了啦 我只是應該要先從便宜的木頭方塊開始下手 但木頭方塊一看就很容易被人家破壞啊 好啦好啦 你們就慢慢挖啦 我現在真的很需要錢啊 哈哈哈 糟糕 糟糕 我需要錢 連在這種殭屍遊戲裡面都缺錢 怎麼會這樣 好 繼續挖我的金幣 第四個晚上應該也不會太困難啦 我們剛剛度過就是 很安全的把所有的殭屍都擊殺掉了 哈哈哈 之後我們再擴展一個帳筒吧 我們人員需要非常多的喔 再一下擴變人員就可以有更多的礦工 啊 晚上的時間太快了 我還沒有來得及把這個戰壕挖上來的耶 已經出現槍聲了喔 不要亂攻擊我的基地 是不是出現傷亡了 有嗎 喔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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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殭屍跑過來啦 噢 好怪啊 他這個倖存者是被人家感染喔 我剛剛沒有看清楚是發生什麼事情耶 但他們這些人好像蠻兇的 你居然還miss 哈哈哈 要不是我救你的話你就完蛋了耶 這邊需要防線 這邊需要防線 超多殭屍朝這邊跑過來了 哇 還有堅硬的裝甲殭屍 欸 這隻好難打呀 哈哈哈 哇 我們需要這個強大的防禦越來越多隻了 來 臨時聘請一堆那個Sniper 碰碰碰 三隻 四隻 呵呵呵 這邊直接臨時建造一道防線 專門進攻我們的左邊喔 左邊防禦力有點薄弱 欸 他這個是投石機嗎 難道殭屍會操縱投石機你不要開玩笑喔 What the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這我把他拆掉喔 哇 他們竟然會操縱投石機什麼鬼啊 呃 還是這個是我們可以玩的呢 不行啦 這應該是只有靠我們自己拆掉啦 我還以為這個是我們送過來的裝備 結果這是殭屍的投石機 他們竟然還有工程道具耶 好了 我拆掉我拆掉了 這樣他就不會再來進攻我們了 安全度過第四個晚上 有沒有發現 第四個晚上就這麼兇險啊 連殭屍會投擲遠程武器 然後還會放出工程車 這實在是太誇張了 第一次看見殭屍會使用那種工程武器啊 好了 這邊再貼上更多的磚牆 反正我們剛剛那個晚上賺的蠻多錢的嘛 磚也花了蠻多啦 盡量把自己這個圍牆第一層先擴大一點 這邊再蓋一層 嘿嘿嘿 這是非常聰明的辦法喔 畢竟 我們需要一點空間來建造我們這個 建築物 來收納更多的我們的倖存者 好 這邊再放一隻 我們不需要這麼多礦工啦 我要把其中一隻礦工取消掉了 來 去幫我蓋東西吧 好嘞 他剩下礦工怎麼都不見了 他現在被我聘請去 拿步槍了喔 連拿步槍都要消耗我們這邊的人口 喔 OK Alright 這樣子我們就沒有收入來源了 好 既然你的帳篷蓋完了 又可以進加四個人口 不錯不錯不錯 人力缺吧 現在是缺人的時候 來加入黑勒大粉營吧 怎麼了 看我這麼近你是不是想要 他跑掉了 我還以為你想要進入我們的這個黑勒公司 你只要跑到我面前我就會聘請你喔 喔 好多錢啊 我現在有更多人員囉 然後這邊再來再來 錢我們都給我去挖礦 這邊事情做一做又剩下一分半 又有殭屍要襲擊過來了 時間真的很緊迫喔 這帳篷蓋這麼近沒關係嗎 剩下這個我們自己來蓋啦 反正這種小問題我們就不需要額外花人力去做礦工了 我先把剛那個建築者取消掉去讓他重新挖礦 超讚超讚 來再抓更多人進來 大門口兩個長毛兵實在是不夠用了啦 你不要擋我的路 我先需要 時間很緊迫了你們還在這邊擋路 直接把我的意見取消掉 不要亂動不要亂動喔 我要等你們聘請完再你給我再亂動就好了 這邊再來這個再帶一個 每一個人都想要加入黑勒大本營欸 不好意思我帳篷不太夠了 一個要兩百塊實在是太貴了 我覺得跟其他好朋友一起玩的話會更好玩喔 我們這邊可以最多四個人遊玩這款遊戲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四個人會玩得非常的混亂 應該也死得特別快吧 這邊鑽牆蓋了三層 會不會太花錢 會吧 這裡殭屍會鑽得進來 對對對我這邊還要再額外加一層 還要遺漏的一塊錢 慢慢蓋慢慢蓋 鑽牆鑽牆 這可是數一數二硬度的牆壁喔 這樣不會有殭屍跑上來了 喔第五個晚上出現了 他在拿射擊武器打我們的人 你打得過嗎你打得過嗎 不要掛掉咧 欸 要給你建造一些掩體喔 好好好 我現在來花一些錢來建造一些掩體 掩體這個方向這個方向 他們還有投石車啊 剛剛是巨型投石車 現在則是普通的投石車 他在砸我們的這個基地呢 扣了一點血 好吧 應該沒什麼問題啦 我們這次是無盡波數喔 要打到我們自己掛掉為止 但我這個應該可以撐到很久啦 可以撐到時光前線 喔越來越多殭屍跑過來了 不要咬我 我剛剛也沒做什麼事情呢 我就隨便踩一下就掛掉了 哇不要過來 不要過來不要過來 我也需要遠程武器啊 煞煞煞煞煞煞 這裡的帳篷一直被人家打呀 他們真的喜歡從這邊進攻吼 那我現在明白了 他們最喜歡從這裡 那我就這邊全部都建造建築物 來這是我們的第一個防禦程度 可是 裝牆喔 一個20塊錢的裝牆喔 你們不能夠隨便打破的那種喔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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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居然沒有時間到時候 他等我把這個牆壁拆掉啦 等一下我再去拆呢 反正這個拆了也不知道有沒有錢 然後再放置一個電燈 哈哈哈哈 這電燈可以直接照亮那個外面好幾十公尺耶 然後就可以看見外面有沒有殭屍了 這個好用這個好用 我還蠻喜歡這個了 欸這個方向錯誤了 對這邊對這邊 好這邊這邊再一個 這邊再一個 嘿嘿 安全無慮 好啦 出去拆掉這些頭子車之後 我們應該這個夜晚就算結束囉 也不知道這拆到有沒有錢 1 2 3 哪有頭子車會發出僵屍的聲音啊 你不要亂比好不好 呵呵呵 欸打 真的有錢可以賺啦 哈哈 簡單的外塊 拿錘子敲會不會敲會比較快 垂直才五滴血而已喔 那我還是拿大砍刀好啦 欸 你們等一下 我房子還沒蓋完 不要急著加入我們 我房子還在建造當中啊 這是預售屋啊 哈哈哈哈 現在還有這種事情嗎 我房子還沒蓋 你看前面都一堆人跑來加入我們了 好 這邊再多敲幾下 還有兩間房子 對 這還有一間房子還沒蓋完 敲敲敲敲敲 我還蠻喜歡建造遊戲的喔 建造就是有那種充實踏實的感覺 有沒有啊 有沒有跟黑樂一樣喔 這種蠻喜歡安全感的遊戲啊 哈哈哈 喔 蓋完了 欸 這房子竟然還有受傷耶 所以剛剛那個晚上被人家偷襲囉 喔 那我就要時時刻注意一下 我們這邊有沒有被人家偷襲 你看 這是一個非常安全的高地 旁邊都是懸崖峭壁啊 只有這個地方可以進攻喔 難怪他們每次都從這邊攻過來 好 我就可以重點防禦這個對象了 先把你們這些人刪掉 好 我移到前面一點點 OK 哈哈哈 然後再招招聘幾個人啦 當我們的礦工啦 可以花550塊解鎖AK47 或者是花50RB獲得粉紅色AK47 哈哈哈 What the hell 居然很有花錢的東西耶 那我們再買一個補包 剩下的我們就不用理他啦 就拿來解鎖第二號礦場好了 二號礦場需要花300塊 好 又來了 殭屍怎麼又來了啊 我還沒有聘請我這個人員耶 先拿一個破擊砲 哇 對面居然拿機槍啊 這是什麼鬼耶 你以為你們是在打打仗喔 哈哈哈 哇 還有超大放殭屍啊 哇 它居然這支爆並爆這東西弄爆了 噢 噢 OMG OMG 呵呵 在打仗了啦 喔 拿步槍開始掃射 先把這些會爆炸弄掉 欸 換一下子彈換一下子彈 嘿嘿嘿嘿 夭壽喔 我剛本來拿的那些電燈錢都被他打爆了耶 沒事沒事沒事 我們現在有兩位破擊砲喔 呵呵 你需要那個 呃 補血嗎 但我這邊好像目前沒有補血兵啦 不好意思餒 呵呵呵 好啦 對面這些投石車之後就不用我們自己來了 嗚 這炮炸威力好強啊 哇 讚耶 讚耶 啊你怎麼轟後面的人 我後面也有殭屍是不是 這兩隻足牽兵實在太太不像用場了 我先把這兩個足牽先把它弄掉啦 哈哈哈哈 我需要很多人來支援我們 我不是說這些NPC而是玩家 對因為NPC實在是有點太那個了 呃 他們不會修理東西啊 就只能夠讓我自己來了齁 除非我們又把那個建造車叫出來 喔 又是跑出大師的 把他打死把他打死 打打打打打打打 換子彈換子彈 這個晚上就可以繼續撐過了 哈哈 哇 這遊戲越來越好玩了耶 有破擊砲士兵喔 兩個就威力很大了齁 哈哈哈哈 而且我們現在那個 防禦力又做得很好啦 但 這個燈居然被他打掉了 有點失策 這個燈可是花了我50塊錢耶 那不如再做多一點燈好了 然後讓他們不要靠近 就是多做一點那個破擊砲士兵 哈哈哈哈 那麼這邊我們是應該也要擺一些呢 欸 不然這邊外面也好暗喔 這邊也再擺一個燈好了啊 呵 可以看見我們的士兵在幹嘛 哈哈哈哈 好啦 這樣子光源還有武力 還有礦工全都充足了 有沒有要加入我們啊 我們現在人員開始越來越缺乏囉 非常多的房子 這些礦工真的好會賺錢喔 隨便挖幾下 就可以讓我超過3500塊錢 我根本就不需要自己挖呀 然後我來升級一下這些狙擊手 他們這些有些特化的 比如說更快的射擊啊 或是更痛啊 下面這個是 對對對 就是更快的射擊 我應該沒有看錯 越來越多殭屍喔 呵呵呵 哇 又要開始進行進攻啦 這種大隻的超討厭的 抱抱抱抱抱 也需要我自己來齁 喔 又在這邊打我們的這些帳篷了 好險我有這個修理工啦 修理工可以幫我們這些東西全都修理完 還要破擊套手 應該也稍微增值一下啊 欸 背後居然也有殭屍喔 我都不知道欸 我剛剛明明沒有看見後面有殭屍啊 而且這裡是一個懸崖峭壁 怎麼可能會有敵人呢 好啦好啦 你就慢慢加油啦 進行遠距離射擊 耶 這個畫面我最喜歡了欸 建造絕對堅硬的防線 如何啊 有沒有要繼續攻擊我們啊 殭屍如果怕光的話 他們應該也會掛掉 喔 他們也有步槍守殭屍喔 你以為是在打二戰喔 怎麼會有這種步槍守殭屍 好像變成其他遊戲了 欸 不要又自爆了啦 這種毒氣殭屍爆炸之後 我們也會有扣血喔 好了好了好了 這樣子我們又成功度過第七個晚上勒 嘿嘿嘿 啊這破擊爆不讓我升級喔 啊勒 我還有破擊爆是可以升級的欸 那有點可惜有點可惜 那我們就只能夠升級他啦 把他升級到最高等看看 啊不行 剩下最高等好像是要先援救台吧 然後解鎖一堆有的沒有的之類的啦 好啦好啦 總之今天實況就先唱片囉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請點左下跟左下 只要是喜歡 親切更動動態 那我們就下一次的ROBLOX遊戲再見啦 掰噗